歐魯酒香東西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久前呢 奕婷自己也適合了這一瓶 大概一年前吧 今天想要帶大家再一起重新回味一下 這瓶酒呢 其實它特別就是它的標籤 今天其實在講的就是 他們心中認為 幻想的 那種女性特質的人 就是說他畫了一個女生 然後滿腦子一堆幻想一堆夢想 但他們有另外一款酒呢 是畫一個男生 然後一天到晚從沒哭臉 然後有很多的責任要扛 可愛啦 可愛 對 然後這瓶酒百分之五十以上呢 是Shenan Shenan Blanc 就是白癡男 我們一起來喝喝看 2012年 D.O. Bénédé 它的顏色一樣呢 是成那種稻碎的顏色 金黃 然後非常的乾淨透徹 沒有 沒有雜質 嗯 它一開始的味道 就是非常明顯告訴你 是葡萄柚 橙橘的味道 就是比較偏白色系列的水 檸檬的味道 真的是綠檸檬的那種味道 我們來喝喝看 口感非常的清爽 其實我真的覺得 出乎我以前的意料之外 對 就是我一直認為西班牙齁 很多人會這樣覺得 西班牙它就只能喝紅酒 因為它熱 所以它很適合紅酒的生長 但是但是真的要打破這個觀念 尤其是在Bénédéz這個地方 就是西班牙加特隆尼亞區 右上角 這一塊的Bénédéz產區 它除了生產很棒的Gava之外呢 他們的白酒也因為氣候的關係 非常非常大量的生產 而且都非常的優秀 重點是很平價 因為他們不懂的行銷 所以就長期以來 或者是大家一直被籠罩在這種 這種Stereotype 裡面 就是西班牙不會做白酒 所以反而他們很好的白酒 價格一點都不會 它適合搭配各式各樣的海鮮 我說真的 其實是不一定要炸的 但是我必須說炸得很好 因為它很冰涼 所以你在吃炸油膩的東西的時候 它的確可以結油膩 讓你覺得 就有點像在喝蜂蜜檸檬的那種感覺 是薯條的時候 沾醬的時候都可以 那當然呢 如果它配上 如果我想到的是義大利的料理 risotto 海鮮燉飯 不是西班海鮮燉飯 是義大利的那種海鮮燉飯 蘑菇煮的飯 或者是我們講海鮮粥 其實我覺得它都是一個很棒的搭配 而且很多人在尋找白酒的時候 通常都在尋找它的清爽 它的鮮細 但是其實白酒應該也要有各式各樣的風貌 不是嗎 所以這樣的一款白酒 它除了有鮮細之外 它有一點點風雲的感覺 整體襯托出來 所以呢 這樣子的balance 這樣子的平衡 其實就是說 它的架構有了 它的圓潤度 風雲度有了 果香味都有了 然後還有這個最後的這個酸度把它提升上來 它是一款很簡單的酒 它沒有在追求那種無質勁的為運 但是其實每天每天 基本上來喝的酒 這樣就是很好的等級了你知道嗎 所以 除了一直在找尋那種最昂貴的酒之外 平價的酒 獨實的酒 歐洲人天天都喝的酒 真的 可以試試看這瓶酒 這瓶酒呢叫做 Somiathritas 對 然後2012年Benedets 如果呢你按照它的這個漂亮的女孩酒標去找它 你應該就找得到了 你看看